不知不觉 又到了翻这个柿子的时间了 两个小时翻一次 真的太不容易了 做什么都不容易 这个年头 打螺丝打螺丝不容易 只说真的我也不是在抱怨 我就感觉心不甘 有点 毕竟这个不是我自己扎的 是小泳家的 不是我扎的 你包个狗上来干什么 什么啊 你怎么好玩的 抓老鼠啊 抓你个头发抓老鼠 放了上去 哎呀 抓老鼠 你那个户口本 到底在 在谁家放的 什么户口本 拿户口本干什么 我们今天把这个柿子饼 把它全部拌完 我们就去等一集 有餐里了 有钱了 可以买房买车了 去哪里拿的钱啊 卖这个柿子啊 卖这个柿子 你妈不是说 你爸也要拿一点吗 全部给我拿了 全部给我拿了 全部给你拿了 对对对 我们有钱了 可以结婚了 差点给三万 多少 三万 三万 对啊 太少了吧 那给多少 最少个二三十万啊 二三十万 一天到来就想着那些东西 一个普通家庭 能拿得出来那么多吗 你自己想一下 去年你妈告诉我这个 你知道多少吗 这么多 不是个W 有这么多吗 你妈说的我也不知道 我妈等不及了 叫我们赶紧去等你结婚 是你妈等不及 还是你等不及 我等不及 啊 我等不及 对啊 又不是你妈等不及 又不是你妈娶老婆 你妈怎么会等不及呢 都一样都一样 哪里一样啊 那你到底 你去不去结婚啊 户口本又不在我这里 我怎么结啊 你是不是拖延我实际啊 户口本不在我手上 我怎么跟你去结婚呢 你去拿啊 你回去拿啊 我去哪里拿 我姐的不给我 怎么可能不给你 他就说不给我 那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自己拿身份证去办理 再去办理一个那个户口 我先说可以办理啊 办理不了 我上去去问了 不可能办理不了 那你去办理啊 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办 在我们县里都可以办 都说办理不了了 哎呀 明天你就跟我去县里去办理 户口本 去办理 对 这么快啊 对 这太快了吧 我爸妈都不知道 如果他们就 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这样结婚了 到时候他们会骂我 说我的 先展后照 先展后照 对 这样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 那如果你是个女孩子 我叫你先展后照 你愿意吗 我肯定愿意啊 只要他是我喜欢的 我都愿意啊 他调节好啊 就是像我这样子 我调节也不错啊 是不是 你也看到了 就是 在我们村 我就是 数一数二那种 是不是 调节好的 不知道我好不好 你会对我好吗 我怎么不会对你好 如果我不对你好 你要不要来我家吗 你早就走路 我来你家 你是叫我帮你 干活的啊 那如果 那你愿意干活吗 可我 你问我愿不愿意 我肯定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 你早就 逃跑了 早就走了 你什么不愿意 你就觉得我家好 觉得我家条件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性格也不错 不是 又是大人生 又不愿意 又不得久 都没有我 都没有我姐 介绍那些相信对象好 那你去找他们 去就去别 这个小勇啊 一天到晚 想着结婚结婚 自己又不付出 我也知道 卖了这个饰饼啊 是有钱了 有彩礼了 可以买房买车了 是可以买的 但问题是 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 舍不舍得啊 说真的 去年赚了这么多 今年赚这么多 结婚买房 绝对是够的了 但他呢 不知道说了是不是真的 我又怕他忽悠我 就叫我啊 拿 那个去登记了 怎么可能吗 我也想穿婚纱 然后我也想 10辆小车去我青州接亲啊 那你人就 一生中就这么一次 结的最多就 两次三次嘛 结的最多就两三次嘛 但 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机会 结两次三次 万一我结一次就不结了 是不是 那我这辈子没有坐过婚车 没有穿个婚纱 那多遗憾了 是不是人生中 再说了 如果 我跟他就是先斩后奏的话 那我爸妈知道 我爸妈肯定就得说我骂我了 还有 等跟他就是 真正结婚了 彩礼别说三万了 说不定啊 三块都没得啊 就他那个性格呢 还想拿三万块钱 真的是要他命哦 虽然说这三万块钱不多 那对于他们农村来说啊 算挺多的啦 他们舍不得的 都不知道怎么搞 这个小有没有事 我也知道他爸妈吹得急 怎么怎么的 怎么说呢 但我爸妈也不想我这么早出炸 他说 一个女孩子 一定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说我 先回去跟我姐把事业创成了 然后 买房了 再结婚吧 虽然说我炸了 是有房 但我也想拥有自己的房 是不是 以后吵炸了 打炸了 那回娘家 我都有个地方住了 不可能以后 我跟小有吵炸了 要回去住我爸妈那里 多丢人啊 我们那里有个吵炸 你回娘家住了 真的是好丢人的 我都不想回去 真的太丢人了 我宁愿 花钱去住宾馆 我都不宁愿回去 这样真的很丢人的 不说这么多了 先帮他把这个饰饼晒了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 以后再说吧 也不知道 我们能走到什么时候